割了一阵更新期新节目 这么预计还有一期更新 本来考虑的是1497就介绍149的 但是考虑到节目最近寒农率过高了 就换一些口味调剂一下 这期节目将介绍的是西菲利的纯银搭建厂家 当然除了纯银搭建厂家的本体以外 可能内容还会涉及到之前已经介绍过的 铜镀金大剑、黑漆杆大剑、西竹 commemorative 以及未介绍过的比如说带猫色的大剑 以及特别版的大剑 可能这期节目也会是大剑厂家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 由于这个视频出现的素材可能是前后时间很夸五年 所以可能存在的色彩不太均一的情况 当然大剑厂家镀金的零部件的秀史情况 在各个时期的素材中它都是无材斑斓的 如果让我对大剑厂家下一个整体的评价 个人的观点是 把它的肩换到其他的笔上可能会有更好的发挥 可能甚至在某些地方大剑厂家还不如小剑 个人不会给大剑厂家较高的评价 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价格 第二是做工工艺及用料 第三是设计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将会以银大剑为例进行一一说明 在购买笔之前需要区分这是笔的实际价值还是它的营销市场行为 比如说前段时间鼓吹百里金的M640 企图把价格炒高把手上的货抛了转了留下烂摊子 再等不明真相的人去买高价 到现在其实经济购买能力相对放缓的年代 这些的门款也就暴露出其本身的价值 用一句俗话说便是 大狼过后便知道谁在裸泳 大剑厂家便是这样的例子 银大剑最贵的售韩国7000 名副其实的大剑厂家 但是随着局部搜索的新人市场 再加上同价位有更多选择的市场环境 导致玩家越来越不稀罕大剑厂家了 同时加上逐步扩增的过类市场的大剑厂家的保有量 导致银大剑现在已经价格在四开头了 基本回归正常的价格 其实4000多的价格和大银斗纯银门100 是一个价格水平是基本合理的 大剑厂家的工艺及用料和这两款比相比 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其次便是银大剑的做工工艺及用料问题 大剑厂家系列最糟性的还是其镀金剑 比夹、比帽、比尾这三个位置的金环 都容易出现五彩斑斓的演化 或者是明显的拖度 特别是比我还这个位置 由于它的镀层更薄 更容易直接出现拖度的情况 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大剑厂家 比我还这位置其实都不能稀砍 当然如果是漆面的大剑厂家 还存在一个额外的问题 便是相对比较容易掉漆的笔杆 口漆工艺不够成熟 导致漆面在金属变远层上附作力不够 之前视频提到过的 比如说像塔格 还有像复刻的桂冠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另外在之前节目也提到过的 大剑厂家存在的笔杆外层金属 和笔杆内侧螺纹连接的位置松脱的问题 在营大剑厂其实也依然存在 如果悬入笔帽悬得比较紧的话 悬出来的时候就可能比如说 存在笔杆的金属在空转 但是里面的笔握及笔尖悬不出来的情况 考虑到大剑厂家的螺纹其实已经是非常宽松而螺纹了 出现这种问题其实是它的工艺缺陷 同样的问题其实还发生在Nostalgia上 也是套筒与笔杆之间发生松脱的问题 同样大剑厂家由于采用的是圆润的这种金属天关与笔尾 但是在它天关级笔尾的最边缘 是它自己的材料层 而不是像这种保护的一层金属圈 所以就导致了它的金属材料的笔帽和笔尾 在边缘特别容易产生磕碰 或者是漆面材料的笔帽及笔尾 在边缘特别容易出现掉漆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笔握上残留的这种 和摸线是非常明显的 你可以说美国厂家做工粗广 但是像美国厂家在工艺和用料之间 至少在某个方面大家是要赞一头吧 很遗憾的是作为西菲利 其任产品的大剑厂家两头都不占 细节和材料都不支撑 其90年代高达600美元的售价 另外本来西菲利历来的 高产能治百病的设计理念 随着90年代末 其间类刚比销量的衰减 大剑厂家也没法再做到快速迭代更新 进一步就彰显了其设计缺陷 全英大剑厂家可以分为两个版本 大致分为美国厂和英国厂 比夹上戴metal的基本上为英国厂 笔毛环上会明刻明文英格兰的 比夹上blindmetal的大致是为美国厂 笔毛环上会明文USA 只是如果是标记为美国厂的大剑 它在笔毛环上这一圈的填气的话 它的做工质量会相对更差一些 英国产的大剑会在天关下面的金属环 这上面进行明刻银戳 SPCL是CFR PAN COMPANY 925银戳 然后还有角五材料的材料戳 最后的狮子头是伦敦贵金属坚定局的狮子头桌 个人不喜欢因大剑设计的最主要原因 便是其极其糟糕的卧室体验 大剑厂家的总重是在39克左右 笔毛部分是6.5克 笔杆部分约15克 笔握及笔尖部分只有6.5克 大剑厂家的笔握部分是采用塑料材质的 材料是短且轻的黑色塑料 导致其主要的问题便是它的总成部分过轻了 而它的笔杆有一点过程 在书写的时候需要在大拇指与食指之间 使用较大的力量去平衡笔杆带来的力矩 如果长时间书写的话 仿佛自己随时在和笔杆做斗争 其实营大剑也并非没有尝试 比如说在存在试制板是存在它更换为金属材质笔握的 它的虽然总体质量增加了 但是它的卧室体验虽不说提升一个档次 但是也非常明显地改善了中心的位置 长时间输写会舒服很多 可惜的是像这样的改变已经为时已晚 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给大剑厂家去做迭代了 这样的问题其实也出现在比如说白质金大雕上面 同样也是塑料短笔握搭配金属笔身及金属活塞 只是说大雕由于整体的笔尾仍有不少的塑料零部件 所以它的卧室体验会相对好一点点 但是尽管大剑厂家有这么多明显不足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还拥有如此的人气呢 西菲利本身品牌的名气算是一方面 一个年龄近百年的品牌 经历着近世纪的发展不如了品牌默契 大剑厂家实际为数不多的 有任何度的现代产品 也至少是西菲利黄昏时代的旗舰产品 另一方面 剑厂家的外观也是符合巴士远代末 在欧美兴起的 钢皮尺寸需要大古典的柱形 近乎于平顶的这种旗舰款的风潮 如果保存良好的话 银大剑的研制水平也至少是平均线往上的 当然前提条件是保存良好 另外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大剑厂家值得存在的 其一是其优秀且稳定的输写体验 即使是可能存在部分笔尖工艺水平较差 开封严重歪斜或者轻微的错间 但是大剑厂家也依旧拥有绝对一流的输写体验 大剑厂家配置两种肩 1920的双色肩和后期的无1920的双色肩 一伙是基本吊涉层单色的这种双色肩 大剑厂家整体的输写风格是顺滑的 它拥有非常圆润的毅力 存在不算明显的弹性 也存在很轻微的软 但是在顺滑输写的基础上 大剑厂家也要存在一点点的阻力 除非是B肩以上这种 它不太容易控制 但是B肩以下的话 它对于中文书写都是不错的 特别是第一次接触这样书写感受的话 可能会感到非常惊喜 其二是其非常稳定的出水 其实老牌的钢壁厂家 不论是龙鸟水系派 还是比如说百乐写了这些 把相对成熟的产品拿在手上 不论是上抹还是占抹 最大的体验便是其能非常稳定的出水 出水的多或者少 可能是各个品牌的个性 除非是晶片受损 但是只要是晶润笔是毛细之后 像这些老牌品牌的笔 很难出现一笔不下水的情况 但是也有不少新兴品牌的进阶 即使是杠上水的笔管 也可能出现出水困难 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还是晶片莫属于笔舌 这三者之间相互存在适配性的问题 这还需要时间和产量进行迭代 其实在同时代的欧米钢比中 很少能有类似于大剑厂家这样的体验 顺滑又带一点些许的弹性 有一点轻微的软和一点点微小的阻尼 同时它还有相对偏节制的出水量 所以其独特的书写体验 也可能是其有一部分忠实的受众者的原因 所以我一直存在一个想法 大剑厂家如果能把它的笔尖给其他杆子的话 可能会有更好的发挥 比如说小剑厂家拥有相当类似的书写体验 更轻巧的笔杆 更丰富的颜色 更匀称的重心 当然小剑还有一样垃圾的用料 小剑厂家的价格是能够买到小豆的 当然对我个人的喜好来说 大剑的剑如果配在中屋的杆子上 那该有多好啊 视频至此 关于大剑厂家系列的节目 介绍到此结束 除非是后续碰到特别奇特的笔款 可能不会再单独出大剑厂家的节目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